主料,馄饨皮300克,猪肉150克,鸡蛋一个,辅量,盐,酱油,葱花,香菜,醋,麻油,虾皮,紫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馄饨皮,猪肉,虾皮紫菜,鸡蛋,香菜,葱,葱切末,香菜切碎,猪肉加入少许盐剁碎, 加入葱花和香菜末和鸡蛋拌匀,拿起一张馄饨皮,绑入一点点肉,煲好的馄饨,半钟加入紫菜虾皮香菜葱末,调入少许盐,酱油,鸡精,胡椒粉,醋,香油,碎烧开加入馄饨,馄饨浮起来即可关火,捞起馄饨,放入碗中,加入水,烹饪技巧, 馄饨很容易熟,只是被水下入锅中煮制服器即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